香港也好 加拿大也好 有朋友說他們一起住後整個關係很差 所以我就google網友熱議的情侶同居煩惱 Top 6的問題 要請你一位同學生活著一年的人 給一下意見 看看這個煩惱到底會否出現在我們之間 又或者他可以有些什麼方法給大家 金牛理科男的… 你的頭髮全都那麼浸 蛤?你的腦子是偏向理科而不是文化 好文化仔 第一個經常性出現的 是同居煩惱開銷的分配 你覺得我們有沒有這個問題? 好! Save! 有什麼解決的方法? 不是好像那些人去旅行那樣 你夾個pool出來 你計算完預算 那你就一人供一半 供在一個pool上 所有東西都在一個pool上出就行了 我也覺得這個是一個最 fair的做法 那你其他私人的東西就用回自己的錢 然後公用的東西就用一個pool 但是如果有些情侶 譬如他們收入不平衡 例如你現在有供回來 我現在StreamA剛剛完結了 沒有供回來的時候 我就在這補 當然最理想的就是大家share一部 是啊 那第二個呢 伴侶同居啦 每天每天都會對著 一開始是會很新鮮 但是慢慢慢慢做某一件事 都是同一個人 然後都會相處在同一個空間的時候 那個熱情的感覺就會慢慢變成平淡 你覺得我們之間有沒有一個問題? 沒有啊 很大的求生衣服 你覺得這個新鮮感不再 缺乏聊天可以怎樣改善呢? 缺乏新鮮感這些不關同居事的 就是你 你的情侶拍不久 都可以缺乏新鮮感 就是你同不同居都可以 那些人都有機會會去到這個地步 因為我有一個香港的朋友 就跟我說他最近跟他男朋友搬了一起住 因為他們拍了拖 不知道大半年已經一起住 但是他們就 越來越少傾弟 一起住 那就是不會打電話 他們就沒有了這個交流 就是訴苦大家那一天發生過什麼事 沒有了 一開始不要說 不要臨分前聊天 你不要養成習慣 之後就沒問題了 那就是沒有交流 真人每一天設一個時間 一起面對面的聊天 開會啊 都是那句 是人的問題不是同居的問題 OK 好像有這裡 好 好 生活習慣的大不同 剛剛開始同居 感情的女鏡 是可以遮蓋彼此的缺點的 但是同居時間越來越長 兩個人的生活差異 就會慢慢浮上桌面 譬如我的朋友 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在廁所 這個男生女生去廁所不同的習慣 他就說這些他經常都要幫他男朋友握手 他覺得很煩 那你的生活習慣的不同可以怎樣呢 你覺得呢 我們沒有問題 所以我不太知道 你同居生活就是要磨合的 我人生裡面都試過 跟不是家人的人一起住 是因為住庫 債庫 你甚至跟家人一起住 都是要磨合的 所以 所以是跟我媽媽世界大戰 那就是證明你磨合得不好 但我也沒有跟你世界大戰 你父母先天性的角色上 是會令到你有限制的 就是關係不平等的 不對等的 那是有影響的 但是你出去跟家人合租 或者什麼情侶 怎樣都好 你磨合而已 那你個人磨合不了鍛鍊一下 就是Skills 那不就要不斷吵架吵架吵架 如果你要不斷吵架 就是證明你 處理這個Skills不足 就是你不能夠用一個理性 更有效的方法去解決你這個矛盾 那就是你這個Skillsset 我自己都認同這件事 譬如我和你那樣 我們是沒有生活習慣的矛盾 你說不說 你認不認同我現在說的這件事 還好 我覺得是一來 差異本身都少 但不是沒有 那二來 我習慣了晚上11點睡 但這個人真的很晚睡 我自從和你一起住之後 我好久沒有11點睡覺 我只有一天早睡 是哪一天早睡 有差異我們都解決得很Effective的 我覺得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 你本身原生家庭都不同的 那你生活習慣都不一樣 是很合理 那是要理解 互相包容 說廢話好像 但是是真的 就是你要理解對方 為什麼會有這些生活習慣 如果你長期不放過每一個細節的話 你和他鬥氣 或者你吵架 總有一天對方的態度都會變成 就好像說 你又生氣 那你生氣吧 如果你一直因為這個東西 而不斷吵架 而不理性地討論的話 就會變成 他覺得你生氣就康 你生氣了 Who fucking care 那些這樣的想法 那是因為大家已經 所以其實一開始是應該理性地討論 誠實地傳達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帶有情緒地去說 是嗎 第四個問題 家事的分工 到底有幾個問題 很多情侶同居 他們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沒有了爸爸媽媽在身邊 沒有了工人在身邊 要自己做家務 那個個都會覺得 啊 全部家務都是我一個人做的 但是是不是又真的這樣呢 你覺得我們是不是所有家務都是你做的 是啊 其實我就不覺得所有家務都是我做的 在我們這段關係裡面 那你覺得家事 你不覺得你做的 我不覺得是我做的 我覺得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分工 A few minutes later 那在這個家務的分工 不balance那方面 你覺得可以怎樣改善 這不是一個政治的狀態 Many months later 包容多些 有人做些 你去appreciate別人做的事 癥結那個位置就是 很多人每個人都會覺得 我才是做得最多 我才是做得最辛苦的那個 是 但是這些是沒得計的 就是你沒得量化沒得計的 看法不同就自然會覺得 你怎樣都分不合 所以當你分不合的時候 你就只能夠改變那個mindset 就是不是去計 怎樣可以大家做到50 50 因為你永遠都計不到那個50出來 嗯 你能夠做的就是 你appreciate別人做多少 我自己覺得 我男朋友 不是 對不起 我老公 蛤 我整天都說不出口啊 家事的分工這個問題 大家都很想 天平座的性格就是 斬開一人一半 50 50 這樣最fair 沒那麼多沒那麼少 但是問題是家務呢 你是很難斬開一半 那我自己就會建議啦 首先要告訴自己 可以追求大家50 50 第二就是你可以寫一張家務的清單出來 然後呢 就大家兩個人自己選 哪一些是我覺得我可以喜歡做的 那如果真的有些事是大家都不想做 譬如 倒垃圾啊 那樣 那就每個星期 一二三是你 四五六是我 真的寫了一張listee 在雪櫃裡 好像有點不近人情 但是 至少你可以減低爭吵 譬如拼好了 今天真的是你的 對 沒得爭啦 還有我覺得你也說得對 就是要appreciate對方做的事 聽起來好像很艾丟 喂 你這個恥笑笑容是甚麼事 尷尬而不失禮貌 聽到是不是真的好像可行 聽起來很艾丟的 我也知道聽起來是艾丟的 那會有人因為OT 或者上班很累 上學很累 而沒有做過一天的事 然後另一半就會生氣 但是如果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那是因為你沒有做到的 但是很不flexible 我也覺得的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是因為 因為家務分工時是吵架的時候 就是可能需要一些這樣的框框 固著他們去follow 會好一點 好 第五個 情緒的界限免得蒙古 已經不是物品層面的重疊 而是他們心靈情緒層面的重疊 譬如我今天在職場上受了氣 我還沒處理好自己的情緒 可能就會影響到你 特別是現在work from home的情況 然後令到兩個人的能量都很低 你覺得可以怎樣改善 就是我work from home的時候 你就不要work from home 所以不是現在找工作 我是找一些hybrid 或者on-site的工作 沒有hybrid了 你出去吧 唉 真是哭出來 遲些可能會出一段影片說找工作 遇到很多scan 我自己覺得 又是那些廢話 又是 喂呀 我又要動你的頭 喂 聽到你說廢話 我就要挨回這裡 喂呀 濕溝廢話就是你要理解 包容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 如果你有情感上 你自己被老闆罵 你不開心的 我覺得你是需要 給伴侶知道你現在的狀態 譬如你被老闆罵 你可以跟你另一半說 喂 我遇到不開心的東西 你讓我消化一下 你跟他說你給時間 你給我消化一下 我覺得是 你需要想一個方法 怎樣可以舒服一點 告訴你的伴侶 我現在有事在做 或者我現在有事在煩 或者甚至說 我離婚不斷痛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說 我現在離婚很痛 你不要搞我 要這樣讓對方知道 你現在的狀態 特別是你心情的狀態是怎樣 別人搞你 不要騷擾我 痛一會兒先 多喝水那些可以藏在意見 你不要說了 拜託你當學生是廢的 好 當然啦 你說出來的語氣是 喂 別搞我 你不要這樣 你可以平心靜一點 我有事在做 不要搞我早一點 最後一個煩惱 你都是今天的重頭戲 是嗎 最多網友熱議 還有我的朋友說的問題是 性事的頻率 OK 性吸引力受到影響 OK 我有一個朋友說 他以前一個星期見過他男朋友 兩次 所以他見到就會 但是因為一起住 所以他經常都會有一種想法 就是他會不會想碰我呢 他會不會不想碰我呢 他今天想不想呢 他今天累不累呢 慢慢就會沒有 因為我聽到他說一個月一次的時候 我感覺震驚 其實跟雙鮮感覺一同 困難是差不多的 那你是要找回 trigger到你們的位置 我建議他跟他男朋友 就是不要在房間睡不好 就是因為他男朋友是說沒有mood 其實都說很多事情做 然後我就會說 那你不如你男朋友在聽到做事 不要在房間做事 聽到是說服自己 找一個舒服的晚上 關上一盞燈 好好地享受自己 focus在自己的身上 關上手機通知 沒有電腦的雜音 就是可以喜歡的 怎麼知道香噴鴨燭 叫做有些心理暗示 說你在房間睡覺 試一下在睡房培養到 可以享受性格的地方 可以舒服 放鬆的地方 讓他男朋友不要這麼大的工作壓力 在房間裡 那就可以有mood 做其他東西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跟我們剛剛說的廢話一樣 還是要坦白 因為你不告訴對方 對方是不會知道 所以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是可以告訴對方 我今天想說壞事 暗示對方 為什麼要說面語的時候 暗示對方 我想想要做偽偽的事 不是叫坦白說 今晚來吧 我覺得可以暗示一下 充滿正涼的 就是那些這樣的 你自己暗示一下給對方聽 如果他有mood 他自然就會take action 聽得很快 不過通常都是這些 理解溝通 包容大家今天學到的東西 我以為是敢劍分 撐住 你想被人抓嗎 敢劍分 結論就是 理解溝通 包容 不是 其實我整條片的重點 就是我建議大家做 5 love language test 這麼挑剔的 我今天看了很多同居問題 煩惱 太多人來了加拿大之後分手 特別同居之後 很大程度上是 你未夠了解你的伴侶 一一起住就要見陣仗了 love language就是告訴你 你的方法表達和接受的愛 就是你怎樣表達和接受 第一個 words of affirmation就是 語言上肯定有些人需要 有些人是喜歡這樣欠人 但他未必需要 第二樣就是quality time 就是一些 一起度過有意義的時光 如果你或者伴侶是一個很需要quality time的人 那我會覺得你可以不要覺得一起住就一定是 應該專注兩個人相處的時間 因為長時間黏在一起 不代表相處 就是你要搞清楚你另一半到你需要什麼 第三個就是 acts of service 喜歡你幫我做這些家務的 就是覺得你不要愛我 那你要知道你伴侶是不是這個type 那你就可能要做多一些家務 那第四個就是gives 有些人是喜歡收禮物的 那有些人就喜歡送禮物去表達我愛你這個行為 最後也要注意一個就是physical touch 就是剛剛所說的 sex的不平衡 可能是因為你的另一半很需要physical touch 而你比少了它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一起做這個test 然後去看看你伴侶是需要什麼的 去想方法 令到大家可以相處得更加舒服 我一向都說這個真的是很實用 你搞清楚之後你才不會浪費了你的 是啦是啦 就是你可能覺得 哇我已經不斷幫他這樣那樣 為什麼他feel不到我 其實原來那個人不需要action 你搞清楚怎樣表達 對方才知道你愛他 所以結論是同居問題怎樣解決 就是理解包留守衷 尊重 尊重啊 我在想你是不是想我接下去 但我覺得很廢 我想說敢見婚 他的解決方法就是敢見婚 我的解決方法就是理解溝通包容注重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再見 走了 我和你一起住了之後 我都不會再WhatsApp頭幾個就是你 或者Signal 是的我指定了 沒話說吧 我剛才要警告 嗯 你覺得我們之間是怎樣 就是一些完美的狀態 哈哈 喘辛意欲極高啊 這個人現在有